Montchiara的房价真的很够利贵 一方车一千块 唉 没该啦 物美 地皮贵嘛 但是如果从Montchiara稍微移出来一点点而已 价钱就会降到一方车六百块 就像你去买新的手机一样 Discount四十八千那么多给你 你说爽不爽 而且手机品质没有变 一样的好 现在我要带你来看Jalang Kuching的这个高级公寓 这里主打空间大 而且它的公寓也是很有美感的 看到吗 屋子后面就是Montchiara了 所以如果我们回去Montchiara的话呢 也是只需要三四分钟的距离而已 除了容易进出Montchiara 这里也非常靠近KL Kepong Junjang Sentu等等的地方 还有连接着十个大道 去哪里都很方便 顺便跟你讲下 这个发展商一路以来都是起Montchiara的豪华屋子的 那首先呢 这个公寓是有自己的concierge service的 意思就是说有接待员协助你拿行李啊 打扫屋子 还有安排你的客人等等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Grand Lobby 是不是很豪华呢 很少公寓是有大堂的 但是大堂呢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基本上定下了整个公寓的格调 想像你去某某公寓 走进大堂 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公寓是什么档次的了 如果你是喜欢享受生活的 平时有做运动 打卡 work hard play hard的那种 那你一定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看看这些水井 旁边有pool bar 有三个lounge 水上还有浮动式的休息椅 还有设计很特别的亭子 很有class的 全玻璃墙的gym room 楼上的四十一楼叻 有bar 可以看到KL的美景 有很豪华的电影院 还有reading room等等 整个公寓的设计都采用了灰色Cement的颜色 这种设计 有种把建筑原材料暴露出来的感觉 给人一种很强烈的视觉感 看起来很时尚 很干净 很平滑 也很有建筑的美感 楼下呢 还有很多高级的店 有这种al fresco dining给你high tea 有精品店 还有tadiga和kkm 方便你的热长生活 屋子咧 屋子里面不用讲啊 美观 方便 享受生活全部都要 屋子也要舒服 这个屋子和monkara的屋子一样 空间大 房间不多 700多方尺只做一房 900方尺做两房 1100方尺只做三房 有钱人都很喜欢这样的屋子的 客厅宽 厨房宽 房间宽 厕所也大 monkara低皮贵啦 但是这里 红亮高品质的东西 便宜40% 而且还离monkara很近 如果你想享受luxury一点的生活 想住得开心一点 马上点击以下的link来看看屋子吧 是什么东西 就像个小的东西